我只会祈求上苍的怜悯 迎接大地的福泽 哪里懂得寻人变味呢 无妨 我观施主双模好运 不似反俗之人 因我相遇或许便是上苍的安排 还请让我为阁下补上一挂 天机不可泄露 虽然无法为施主抱出天机 不过那黑龙应该是落入山下 我感谢你 看 前面有条小黑蛇 可是夜华公子去了哪儿呢 一直没找着 这黑蛇似乎是受伤了 看起来好可怜 看起来好可怜 你知道吗 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 长得最俊俏的 你看 你头上还长着脚 蛇是喜欢吃生肉的 快点吃吧 会饿的 你饿了 我会心疼的 似乎不见好啊 你再去采些草药回来吧 我的小黑蛇不见了 刚回屋收拾了下 出来 他就不见了 或许 他是嫌弃我走掉了吧 不管我太笨了 有件事 我想请你帮忙 修行者 讲究因果之缘 速速是我在凡间节的缘 我想怀上这份情 正是 我想知道 如何让他喜欢我 那我该怎么做 对凡间之事 我不是很清楚 苦肉计 救我 快救救我 叶华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身上 怎么受了这么多伤 我被那金泥寿所伤 又于身中妖怪埋伏 快 快进屋躺下 我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咦 你这声 怎么好得这么快 呃 我想 应该是你的草药特别 好用 好吧 先前你救了我两次 照顾你 也是应该的 我已经在这里住下了 然后呢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是 叶华送给我的 看他 看他平时像个木头 想不到 还挺有心的 最近多了张吃饭的嘴 我该去买米了 你帮我看着他 可别到处乱走 原本我一个人 过得穷困一点 倒也无所谓 现在多了一个大活人 恐怕是要饿死了 素素 好像好几天没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走了这么远的路 我借你知识未归 别出来寻 我 我迷路了 上次也是迷路了 七八日才走回家 七八日 能迷路迷成这样 也算是本事了 我这种人 看来只适合羊羊小动物 难过我养的那只小黑蛇 都没再回来看了 大概 是嫌弃我笨吧 你会想他吗 嗯 他那么俊俏 当然想的 这件事 我必须和叶华当面说清楚 你让我离开 我不是要赶你走 只是我 我虽然救了你 可我掩护不了你 你救了我 我自然可以留下来报答 我不用你报答 你救了我 这个 不如你以身相许 留下来陪我 好 我答应你 虽海霸光 诸神见证 我姨华 与姨华 结为夫妻 生生世世 也不相惜 素素 我还要去办件 很重要的事情 可赶得上 我们的孩子出事 你还记得 那面铜镜吗 若有药警士 去问铜镜换我 半个月之内 我一定回来 说还不回来 这再多给你半个月 倘若再耽搁 绝不请了你 好 但素素你要记得 我走之后 你万万不可离开 这一片树林半步 素素 你看这是我特意 为你准备的 好漂亮的银花 叶华 叶华 你去哪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叶华 怎么了 叶华 太子殿下 在和娇人族的战争中 被斩破刀所伤 现在生死未卜 怎么会这样 叶华受了终身 叶华 你要等着我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要去找叶华 这是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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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